再来看到央视春晚 最受瞩目的就是志玲姐姐和周杰伦的搭档 网友也给了非常高的评价 那么戏份吃重的志玲姐姐 更被评为全场最美 而她和主持人董卿在穿场的时候 一来一往 网友还大赞呢 这是当晚最精彩的桥段 在舞台上一边唱歌 一边变出观众们期盼已久的林志玲 周董志玲的组合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在台上翩翩起舞 志玲姐姐美丽的身影 掳获了当晚所有观众的心 大陆网友都认为林志玲是全场最美 不过也因为太美了 志玲姐姐变魔术的时候 莫不转睛的网友立刻发现 她在转身时 群体风光若隐若现 疑似走光 成为魔术表演中意外的插曲 而主持人董卿想套出周董的魔术手法 和林志玲在台上 你来我往的庄家 更被评为最精彩的桥段 那志玲 是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秘密了吗 我的秘密啊 对啊 其实这当托儿 当托儿 您必会有经验 这 哎呀 志玲 我觉得你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啦 谢谢董老师的表扬 另外周杰伦在演唱蓝婷婿时 身旁舞群突然凭空坐下 不可思议的画面 刚被窥完的董卿 也立刻为观众大解密 这鞋子呀 是特制的 在这个鞋跟的地方 有一个金属装置 靠这个金属装置呢 他们就可以和舞台固定在一起 而后在他们的腿上呢 绑了一个生态支撑架 了解 这个支撑架是可以弯曲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姑娘们都悬空而坐了 来 我们再展示一下好不好 相当的神奇 充满的魔术话题可不止这些 今年取代刘谦的丁建宗 穿透镜子 完全无法得到网友的青睐 大家好不留情的批评 希望明年可以让刘谦回到春晚舞台